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最后一节 向左网节目时间 虽然可能这一集出街的时候 大家可能走完七一 或者看过关于七一的新闻 但其实我刚才在第一节都会说到 就是说 今年的七一可能和以往七一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想今年来说 最主要的焦点未必是 这一个游行集会的参业人数 可能最主要的焦点就是 究竟民主党在整个人的表现 他们的口号各方面 究竟会否反映到他们已经 反映到昨天的理想 又或者甚至有人会说 会否因为民主党的游行 令整个游行会出现一些变数 或者一些乱子 我觉得香港人 其实一流对于政治 就不容易冲 你告诉他们哪个人是对 哪个人是对 但是今天民主党将他在1991年 港同盟创建的时候 整个的说法是倒转了 然后做一个这么快的决定 当然是所谓亲痛而受快 当然那些人的情绪会很激烈 这个游行是人都可以参加的 不过今次游行就是2012双普选 非常高人做别 那民主党参加是否支持 我不知道 2012双普选 我也不知道 也没什么所谓 刘慧卿都可以说 我认为双普选 他不会答应 如果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 他又说如果是这样 我会退党 今天他还是很瀟灑地 坐在立法会那里 我认为双普选 罵我说粗口 是吧 就没算 老实说 刘慧卿没有考虑过 他辞过党副主席吗 既然间 你觉得党做的事跟你 不是很吻合的时候 又不可以辞 立法会议员的吗 又不可以辞党籍的吗 是不是 我认为 事以至此 也无需 是 也说了 其实 鄭家库的辞职 和他 是很大的 比鄭家库近来 已经很低调了 不会很高调的称谈话 那鄭家库觉得受不了 便脱党 邬惠卿华卿又不看 他就繼續留在這裏 他就說 選民 如果說他政治問責上來 他說 他是下屆給我顏色看 第一 他不辭職 如果辭職就立刻給我們顏色看 第二 他在五區公投時還搏我們 我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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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辭職 說話 劉慧卿 你那時候不是說我辭職 就辭職 你那時候是辭職 你公開認錯 是否辭職 你需要辭職 辭職 罵人不是很過癮 我想罵人不是一時衝動 你罵了人 其實你要記住 有看這個節目的人 會記得你說過的事情 劉慧卿在互運運 既然大家都互運 參加遊行也是互運 現在整個關鍵就是 文章有戒定的就是 2016年怎樣搞呢 唐英寧去找他 他沒有方案 又是要三人們談 談到成熟才拿出來 共產黨答應他才拿出來 就是要做東方不敗 你明白嗎 就是說我民主黨 爭取得的事情都有可能 這個叫做務實 說回務實 建制派說務實 就說民主黨不行現實 現在民主黨是說務實 他就說要做到的事情才做 我問你很簡單 那50萬人出來遊行 2003年是否現實的部分 50萬人出來投票是否現實的部分 而這個過去 由89年開始 不要說以前了 令到香港人意識的覺醒 是否現實的力量 你說的現實就是你那部分的現實 而實際上 香港的變化 很大程度上 是由於他們忽視了那部分的現實 拿回來 所以現在他務實 就是務實他那部分的事實 選擇性的務實 對 即是活動 對他有利的各方面是務實 所以他是用這個偷換概念來的 所以如果你這個人 是對現實的不公義不滿的時候 你就是不務實 就算你不滿 如果你不是跟那些當權者 去爭取他們連晚也不務實 那搞甚麼 他不明白 現實本身 反對一個腐敗制度的意識的人 都是現實 所以你說偷換概念這件事 其實很多從政人經常會用這件事 昨天在我們學校裏面也搞了一個論壇 請了張炳恩出席 我記得其中用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知道其實由反高鐵 甚至正確方案集會 警方其實某程度上 都會使用一些過分的暴力 甚至就是說 張炳恩說過 其實香港警察是世界上最優良的警察 他就用世貿會議的例子來講 就是香港警察在世貿會議上如何表現 所以香港警察在世貿會議上做了一次 如果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拘捕 都是全香港最大的拘捕 就是韓龍拘捕他們 我想這樣說 偷換概念這件事 其實在很多政治人物中 經常都會用到 張炳恩說過 因為外國的國家機器的力量很大 暴力的程度很大 因為他有一個政治條例子 他就可以夠膽鎮壓你 香港政府不是對示威者特別和善 而是因為他沒有政治條例子 如果一個示威是爭取2012的雙普選 你就是小英子選舉出來的 你找警察去鎮壓他 你怎麽解釋得到 所以他就要等 停下製造了一個現象 就是示威者有很多種 有些人是暴力的 像長毛那樣暴力的 或者長毛不是暴力 都是煽動使用暴力的 他造成一個這樣的氛圍 經常說你擊暴力 語言暴力 語言暴力就必然有肢體暴力 這些完全是一種誅心之術 就是為他的鎮壓合理化 因為香港這個小英子選舉的政權 沒有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分量 去打壓反對他的運動 一定要等機會 就是這麽簡單 所以在這麽情況之下 我想其實到星期四 大家可以用你自己的雙腳 再表現出你們對香港未來政治發展 一個承擔之餘 我想接下來民主黨的去向會是怎樣 例如會不會有一天突然間 他們會有回鄉政 可以呼應他們回大學參觀 或者有些人會說 其實中共今次收編這個民主黨 無論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 究竟對這個黨本身未來發展會是怎樣 我還有一句 我心情很矛盾 我希望我是錯的 我剛才說的全部都是錯的 我希望我是錯的 民主黨原來是繼續爭取民主 第二個我覺得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民主黨作為一個中共政府的入幕之賓 亦都是特區政府的辛寵 除了在政治上 大家眉來眼已經有了初步的勾搭之外 那你可不可以想像到 這麽大的勾搭 不會導致他們在經濟、社會、民生裏面 進一步的勾搭呢 以前的勾搭開 我舉個例子 羅志剛是民主黨的所謂大腦 才子 就是他搞整筆國撥款 搞街龍立血的 這個整筆國撥款 是騙及所有政府公營機構和社福機構的和歌 所以潛中佳的自認是精英 以為自己很聰明 我想他們現在是沾沾自棄 覺得他們已經在精英大戲院的廁所裡洗手 有機會又是看電影 好 節目時間到此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